前天,新世界发展017在公布业绩的同时,宣布将捐出300万平方尺农地级特区政府及社企建屋。市场反应非常正面,当然,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牺牲小股东的利益。 在香港,300万平方尺的住宅用地可以值数百亿,但300万平方尺的农地价值可限。在目前的政局之时,捐土地是正确的举动。 昨天,特区政府就出手动用收回土地条例,收回股东北及粉岭北68公顷土地。 数天前,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,说政府在未来五年会议收回土地条例收回700公顷土地。 的确是大动作,假设700公顷土地的地积比是三倍,那是足以见70万个300平方尺的公屋。 这将是经人的变化,也肯定会影响楼价。大家今后要多留意特区政府的新土地政策。 香港绝对不是没有土地,只是土地用途不一。只有极少量的土地是用来兴建房屋,才导致楼价高。 只要政府决心改变土地用途,住房问题肯定可以解决。昨日相当意想不到的是内地A股急跌。 特别是创业版,有人翻查过去的记录,指出在过去的多个黄金周前市跌多脏少。 这说明今日内地股市越来越受外围影响。黄金周放假多天。股民担心放假期间外围股市大跌,而导致黄金周之后内地股市也一开始就跌。 美国民主党正式进行弹劾特朗普的调查。但是美股依然上升。理由是人人知道所谓弹劾调查只是政治表态。 根本不可能成功弹劾。理由是民主党不可能使到三分之二的参议员。 支持弹劾特朗普,美股星始终是好事。